好我们对刚才这个demo来做一个小节 有了Spring Boot以后呢 我们想要开发一个应用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我们呢只需要做这些步骤 第一步我们来创建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当然得是一个Mainment项目 而且呢这个项目需要导入一个依赖 每一个Spring Boot应用 它呢都必须继承自Spring Boot Parent这个副项目 第一步我们创建项目继承一副项目就行了 加来第二步我们想要开发Web 那么就来导入场景 你想要开发Web呢那就导入Web场景 想要开发Redis就导入Redis各种场景 那么把这个Web场景的依赖拿过来 这个呢是我们说的StarterWeb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场景启动器相关的内容 后来我们还会仔细来说它 然后第三步我们每一个Spring Boot应用 当然都需要一个主程序 主程序呢来启动我们这个应用 这个主程序呢长这样 固定写法点过来 复制一下 我们只需要呢标注一个注解 告诉Spring Boot 这是一个Spring Boot的应用 让我们的主程序Spring Boot应用跑起来就行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编写业务 以前怎么来写的 现在还怎么来写 整个这个业务呢 跟我们以前Controller,Service,DO这些开发流程都一样 就这么来做就行 买过来 有了Spring Boot以后呢 我们这个这四步做完 那我们就可以测试了 我们整个测试呢默认 因为Spring Boot的应用默认启动 我们只需要呢访问localhost 8080就行 因为这个8080是它默认启动的站的端口 如果呢你应用还想要上线 那来打包也会非常方便 对吧 我们这个Spring Boot呢只需要引入一个打包插件 复制过来 Spring Boot Maven Plugin 把这个打包插件我们只要引入进来 然后使用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呢是MVN 什么 CleanPunkage 引入一个命令 把项目 把项目打成 可执行的诈包 可执行的整个诈包 然后我们呢在线上只需要使用Java杠杖 我们的这个demo点这个诈包 就可以来启动项目 所以有了一个Spring Boot以后 我们整个项目开发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我们呢全程其实是没有关心 整个三方框架的各种整合 包括依赖的各种版本一大堆 你都不用管的 所以整个Spring Boot的应用 就给我们带来了一堆的特性 来做一个小节 比如第一个 我们说它简化了我们的整合 简化整合 它是怎么给我们简化整合的 它呢其实是依靠我们来说的这个 叫场景启动器 也就是我们只需要导入相关的场景 导入相关的场景 导入相关的场景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呢就拥有 首先拥有相关的功能 包括呢这些功能呢一般都是配好的 我们后来再说 那这相关场景呢我们就把它们叫场景启动器 对吧 比如举一个例子 Spring Boot默认支持哪些相关场景呢 我们可以来参照Spring Boot的官方文档 来到它文档的这个首页 在这一块呢有一个 Use the Spring Boot 点进来 然后在Spring Boot里边呢 来找一下 专门有一个叫Status 在这儿 第一章节Status 官方啊其实提供了非常多的Status 比如Spring Boot Status AMQP来做高级消息对列的 然后AOP来做内向前面编程的 批处理的换存的 甚至于JDBC数据访问的Mongodb的一大堆 也就是说我们后来啊 能导入这么多的场景以来 我们可以参照 Spring Boot默认支持的所有场景 就是这 当然这是Spring Boot官方支持的所有场景 还有一些第三方的 然后呢在Spring Boot官方文档里边 大家看一下啊 Spring Boot官方文档说 它官方提供的这Status场景启动器 一般呢默认命名会叫 Spring Boot Status什么 所以在这儿呢来说 官方提供的提供的场景 一般呢命名为这样 命名为叫Spring Boot Status什么什么 比如我们之前呢要开发Web应用 我们要导入Web场景 所以我们导入的这个Web场景呢 就叫Spring Boot Status Web 如果呢我们想要开发数据库 那后来导入的呢 就是Spring Boot Status Data GPA啊或者Data JDBC 他们呢都是以Spring Boot Status开头的 当然Spring Boot官方除了提供这些 还有很多第三方的 Spring Boot官方呢也推荐 如果是第三方的应用 名字呢一般你这么叫 比如Third Park 对吧 我们第三方的项目 -Spring Boot Status 所以以后啊 这就是一些默认规则 以后呢大家只要见到 叫Spring Boot Status什么什么 这说明是Spring Boot官方提供的 如果我们想要整合第三方 没关系 这些第三方呢也会提供 相应的这个场景启动器 第三方提供的呢 一般会命名为第三方 比如Third Park 对吧 Spring Boot Status 我把这一块写成新吧 叫新Spring Boot Status什么 通过这几种命名方式呢 就让我们能快速的识别 哪些是官方 哪些是第三方的 Spring Boot 不仅能整合Spring全系列站 官方提供的这些 也能整合任意第三方 只要呢 它提供了这个场景启动器 一句话 场景一导入 万事就具备 场景一导入 什么都不管 都不用管了 场景一导入 万物皆就序 对吧 所以这是给我们带来了 一个简化整合 以后我管你什么框架 只要有你这个Status 那就非常方便 当然Spring Boot应用呢 还给我们能带来第二个 叫功能简化开发 通过刚才的demo提会 我们发现呢 它能简化开发 因为我们无需 几乎呢 无需编写任何配置 编写任何配置 无论是整合的配置 或者什么配置 然后呢 直接开发业务就行了 是不是非常方便啊 接下来第三步 它呢 最重要的 也在简化了配置 比如还是以之前的 这个demo为例 我想要改 我们这个项目 启动用的 DM口号 我以前是给大家 来模拟 如果我是部署到 Lineus上 想要改 不用改圆码 是不是只需要 在外边 写一个配置文件 这是简化部署 但如果我们呢 现在真想要改 这个应用的 很多配置 那咋做呢 你只需要在当前应用里边 写一个application 第二 properties 这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呢 在这个里边 想写什么都可以 比如server port 我写一个 9999 那这样呢 我就定义了 端口号 还能定义什么 大家会发现 我写的过程中 阿迪尔什不 还都有提示啊 也就是说 有了Spring Boot以后 配置变得会非常方便 怎么非常方便 我们无论配什么 大家来想 我只需要呢 一个叫 application properties 配置文件 我们以前呀 比如三大框架整合 我想要改配置 我还得至少得找一找 对吧 哪个是Spring的配置 哪个是Spring MVC的配置 哪个是Tomcat的配置 哪个是Mavis的配置 现在我们这个呢 全部是集中式 管理配置 有所有的配置 都在一个文件里边 你想改就改 找这个文件 不用东奔西走 找各种文件 对吧 就在这个里边 改就行了 集中式管理配置 我们只需要呢 修改这个文件就行 修改这个文件就行了 比如我刚才 改的这个9999端口 我来启动 肯定没问题 来看一下 好 9999 我们在这儿 来找一下 找一下启动日志 有没有呢 在这儿启动 Tomcat在这儿 启动了9999端口 我们来访问一下 现在呢 访问9999 也是可以的 我们这儿配置能改 但到底有哪些配置 我们完全可以参照 Spring MVC官方文档 我们来给大家找一下 在官方文档这一块 大家一定要熟悉官方文档 能赢哪些starter 刚才这个链接 我给大家放到这儿了 官方呢 支持这么多starter 能写哪些配置 那在这儿呢 往下翻 专门有一个 Application Properties 点过来 Spring Boot支持的所有配置 核心配置 有这么一堆 如果你整路 整合了缓存 跟缓存有关的配置 有这么一堆 这就是配置项 这就是默认它的这个值 然后这是对这个配置的描述 比如邮件的配置 有这么一堆 比如服务器的配置 我们刚才的端口号 就在这儿配置的 server.port 找一下 server.port 是不是在这儿 默认你不写 是不是都是8080 所以这是我们说 Spring Boot 简化了配置 首先它集中管理了配置 简化了 找配置 不用东奔西总 找各种文件 第二个 而且呢 配置基本都有默认值 比如说我就算不写 比如这个端口 那它默认就是8080 默认值是多少 这个后边呢 文档都有说 所以大家把整个这一块 来 就是这一块的位置 我复制过来 也就是说 一个server.port 应用 将来能写的所有配置 都在这儿 能写的所有配置 都在这里 大家参照这个地方 就行 简化了配置 但后来呢 我们会深入各种场景 来说各种配置 怎么写 在这一块呢 大家最终就知道 我一个application properties 文件就行 就能把所有的配置呢 都放到这儿 而且呢 我们来还简化了部署 我们之前也体会到了 简化部署 我们呢 所有的Spring Boot 都能打包为 可执行的诈包 可执行的诈包 这样的话呢 我们以后在项目里边 我们只需要在Linux 服务器上 服务器上 有扎完环境就行 剩下TOMCAD 这些环境都不用管 然后呢 我们把诈包上传上去 直接执行 简化了部署 而且呢 还简化了我们的运维 我之前呢 也看到了 简化运维 我想要改配置 什么办 对吧 比如我想修改配置啊 或者呢 我们后来会给大家体会 我想要监控整个应用啊 我来做健康检查呀 这些呢 都会将比较简单 比如我想要修改配置 只需要给外部 外部放一个什么呢 相当于我项目里边的 这个Application Properties文件 外部有的 项目里边有的 那就是以外部优先 放一个Application Properties文件就行 等等等等 所以Boot呢 将来会给我们带来 非常多的细节功能 那稍后呢 我们会对这些功能 来逐一详细来解释 感谢观看